五个孩子一间房 老婆一不小心时能不淘汰 家里只有一间房 孩子整天玩物丧志 两口子急得团团转 不如这样做 一 几根方管焊框架 端头立柱支撑 横竖焊接更牢固 再找二舅妈借一堆膨胀螺丝 把它狠狠地固定在墙里 外包环保木饰面 滥用一百年 就算二舅妈家 再凶猛的紧毛在上面不分 这个钢架床也纹丝不动 铺上松松软软的床垫 就是两个孩子的床 床下做两个大抽筒 女儿的袜子 内衣内裤 超级能堆放 上面儿子休息区隔墙 女儿的房间隐私墙 靠墙做衣柜 上面放被褥 下面挂女儿漂亮的衣服和裤子 关上玻璃柜人 防尘又美观 旁边做个书柜 世界名著随便放 养成爱读书好习惯 靠窗做书桌 书桌延伸到窗台 增加台面空间 孩子985不用愁 靠墙贴软包睡觉才舒服 2 石膏板隔墙划分区域 安装极窄不锈钢玻璃推拉门 透光不透影 一堆方管焊框架 立住交叉连接 记得要横竖交叉焊接 耐用100年 外包环保木式面 温馨又整洁 三个床都放上松松软软的床垫 孩子睡觉都变香了 床尾做衣柜 老二的衣服随便挂 下面放折叠衣服 关上玻璃柜门 颜值高野防尘 背后再做个衣柜 老大帅气的衣服随便挂 下面存放折叠衣服 关上门档灰尺 柜子下面给老大做两个大抽屉 袜子内裤这里放 推进去也不站住 软包靠两个孩子的床一圈 睡觉才舒服 下面做四个带滚轮的大抽屉 一边存放两个孩子的内裤和袜子 储物搬飞 一边存放四个孩子的玩具 整理不凌乱 装上栏杆和爬梯 孩子上下才方便 也安全 三 石膏板隔墙 划分区域 安装极窄不锈钢锅里推拉门 就是独立房间 靠墙做个大书桌 就是四个男孩的学习区 上面做吊柜 世界名著随便放 四个孩子一起互相学习 交流感情才方便 这样的卧室 区域划分明确 隐私性强 每个孩子都有独立的休息区